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竟然破获这起伪钞案 田信犯嫌盗案并查扣伪造工具一批 包含影印机、印表机、雷射雕刻机、裁切机、验钞机、网板印刷材料各式油墨及伪钞用紙等证物 警方初步分析田信嫌犯制作卫潮的方式 由于制作精美 民众很难一眼辨明 它是用两张宣纸跟一张棉纸下去压出那个反光的还有那个反尾线还有浮水印 先把它压出来然后再去套色把500元的正版面套色套完色之后再下去铲切 它套色是它有模板还是它有点像复印的感觉呢 它应该是有个网板的模板下去套 然后套色一般像钞票有各种颜色嘛 它一次会分次下去套 比如说先底层的橘色 然后再其他的彩色 那最后再把那个需要打上去 刑事局已经将全案一妨碍国币惩治条例及刑法伪造货币等罪 将田信嫌犯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并经法院裁定羁押 刑事局也公布目前查获的358张卫钞编号共11组券号 提醒民众提高警觉 如果拿到假钞一定要紧速向警方报案或是交给银行处理 千万不要自行使用以免处罚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导